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VBA部分的程式撰写 至于那个录制聚齐比较简单 请各位就自己再练习过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来撰写那个黑名单筛选VBA的部分 那因为总共会有三个... 应该是三个步骤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我要先把这个... 这个公式...先把这个...先恢复一下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把公式输入到查询名单这个工作表里面的B2 一直到它最下面,Ctrl向下 这个动作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把这个动作完成 那另外还要思考一点 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是跨工作表 我们将来按钮会是在查询结果 那我将来要输出公式的话 是输出到查询名单的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你在撰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哦 就会有跨工作表这个问题 那当然呢你先...假设啦 你要写的时候先暂时先不考虑那个跨工作表的问题 那如果我今天只是很单纯的希望把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输出到... 我们B2一直到...这个什么...最下面一列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当然我们前面哦...课程前面有讲过啦 你可以写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第二列 空一格到哪一个呢?到1000列 那我先把1000列...因为我刚刚有看了1000 然后Enter两下打个Next 那第一步的话呢我先把范围先确定 然后自把他放大...工具选项 切到第14号...OK 第一步的话就是我要输出的范围在这里 OK 那从第二列到第1000列 然后再来的话呢 按一个那个TAB键,下一切 那输出到哪里呢? 把公式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怎么表示? Sales、瓜糊 哪一列?DI列 哪一栏呢?在B栏 所以你就输入Sales ID的B栏 等于什么呢?先打个双引号 这里面的话呢就放那个... 我们要丢的公式 那这个公式在哪里呢? 基本上哦...就在这个... 这个地方...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输入啦 所以哦...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公式 复制贴过来就可以了 不过复制贴过来 会需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的话 就是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看起来好像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啊? 跟各位讲一下 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 我们刚刚有用定义名称啦 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定义名称的好处哦... 就是将来不会有双引号这个东西的 所以哦...其实定义名称呢... 将来配合VBA来使用 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搭配起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裂号 因为将来下一个A2 会变成A3 所以后面这个... 恐怕会需要什么? 把它改成I 把它先复制 然后再切到这个双引号里面贴上 OK 然后再把这个2改成I 那改的方法我们前面有讲过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OK 然后并且把AND前后 都加上空白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 当你现在执行 它应该就会 把这个公式全部都输入 把它Ctrl... 向下 把它先清掉 如果这样执行的话 它这样OK 可是各位要注意一点 将来我要执行的话 它会是在 这个按钮 按的位置是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现在 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 它会变成输出 所以输出到这里 OK 我按一下 当然这一定会出错 它会变成在这里 而且会很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查的范围 它变成要重查 里面都没有资料 所以会出错 那出错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跨工作表 所以呢 我们输出的 并不是在 同一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而是在这个 那怎么叙述 让它知道说 我并不是在 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而是在这个工作表 特别注意 你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名称 叫Shits OK 刮胡之后跟他讲说 哪一个 哪一个名称 名称部分 像这边现在跑很久了 我教各位一个技巧 如果你这个执行跑太久的话 你可以按Ctrl 加一个Ctrl Brake 可以把它强制中断 Ctrl Brake 这个的话是在 这个键盘的 右上角 那个 一个Pulse Brake OK 然后把它 Ctrl Brake 它就正错 它就停下来 你就直接按停止就可以 它就不会再跑了 把这边先清掉 因为这个是错误的 Ctrl就向下 它其实跑很慢 那我们只需要在哪边呢 只需要在输出 这个公式 前面这里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公式 不是输出到我们现在 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而是这个公式 所以记得在儲存格的前面 跟他讲说 不是在目前的工作表 而是在另外一个 就是Shits 刮壶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跟他讲说 哪一个工作表 刮壶 再加一个点就可以了 在哪一个工作表 的 那一个儲存格里面 那当然我们给一个名称 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给名称 你输入1也可以 1的话指的是 第一个工作表 那我们 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给一个名称好了 这边叫做 查询名单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执行 我把这个先清除掉 ok 然后我一样从这边执行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呢 让他跑一下 应该很快 还在跑 好 其实他就是会一个 就 ok了 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步 我们就是把公式 在这个结果 跨工作表 的方式 把那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这个是第一步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要做什么 既然呢 我们已经 把这个公式丢过来了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要完成 什么的资料里面的筛选 ok 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呢 就是 把筛选到的东西 复制过去 所以待会 我们就是 要再加 如何透过VBA 执行所谓的筛选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如何把我们要的范围 复制到 另外工作表 所以这个是复制 复制的话是copy 这个也是蛮常 同学问到的问题 同学说 我怎么可以把那个 另外工作表里面的 某一个范围的资料呢 帮我 复制一份到另外工作表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完成我们的 刚刚讲的 所以开发人员里面 记得 Visual Basic 那一样 每次上 每次如果你要撰写VBA的话 按右键先插入模组 再插在这个地方的话 再加上我们要的两个按钮名称 分别是清除 那我用Column 跟那个黑名单筛选VBA 那我们先跨工作表输出公式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两个步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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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